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6日 星期三 跟大家說說一個內地的新聞 恆大 大家都知道 不碰 不碰得來 政府也是打落水狗 曾經一個被稱為中國最醜建築的海花島 一個填海項目 其實是仿效杜拜世界島 裡面有39棟樓宇 其實恆大花了很多錢 整個項目花了千多億 當然這39棟樓不是全部的千多億 不過這39座樓 去年年底 中國政府 要求將它拆除 恆大上訴 提出申請行政覆核 內媒海南日報引述消息 說當局 寬大處理 將拆除 那位沒收 39座樓宇都沒收了 恆大繼續停牌 這則新聞就這樣看 你會不會覺得 沒收 反正拆除和沒收也一樣沒有 不同的 有不同代價 所以 我們要跟大家說說這件事 中國政府可以隨意沒收一個地產公司的項目 你想一下 如果 你那個地方 整座樓 例如香港 有一個 欺慎興業 有一個物業在中本山 有很多座樓 整座欺慎興業 政府說我們要把你那裏拆除 要不就沒收 那你怎麼辦呢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例如 在中本山 遇景卿業 又有一個遇景花園 有幾座樓很大座 很漂亮的全部三千多個複式 到時政府說不行了 有外觀尖拆除了 拆除了他不是說你那裏拆除了 政府說甚麼 如果你不拆除了 沒收了 充公了 那就跟搶有甚麼分別 不過 大陸就是這樣 跟搶是沒有分別的 大家都知道為甚麼我一直都說 當一個地方 他的政治已經出現問題的時候 那個地方 不能夠再買樓 一定要賣樓 劉本衛 被香港政府 被中國政府打破 所以大陸的樓市一樣 一定是崩潰的 如果你還在大陸有樓市 你不賣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 很快你會跌很多很多 最終會不會被人 沒收 或者最終會不會全失了 真的不敢說 但是你的損失會很慘重 我們看看 硬大的負責人表示 會依法規保護好有關方面的權益 有關方面已經對他們的幾個職員予以問責處理 其他相關責任人員 依法 依己就進一步調查 有甚麼用呢 當然 海南省的 周市中行政執法局也發佈了 行政處法 當然 這個叫做遺章建築 為甚麼會遺章這麼大規模遺章 當然他可能有官員收受恆大的賄賂 當時 要求海花島2號島 其中一個島 有39棟遺章建築 他的許可證被撤銷 限定10天內自行測除 大家想想 39棟遺章10天內自行測除 根本是離譜 這也是很大的問題 你想想 恆大已經沒有錢了 如果你要他拆樓 拆樓花多少錢呢 那全部都是新樓來的 有沒有那麼浪費 大陸真的是無奇不有 最終恆大 現在這些樓 就是被海南政府充公 海南也有罰 肥得豬仔 那邊30棟樓 你想想 賣多少錢 一到幾千億 路透社報導 恆大地產全額目 有秩序復產 截止3月27日 已經復工項目有734個 復工率去到9成半 集團體會在部長繼續保證項目正常施工 不惜一切代價 實現向業主保證交樓質量 究竟可不可以呢 恆大地產豬三角公司的官方微博也發問 有424個項目是恢復至正常的施工水平 佔了比是55% 全國復工的總人數是154,000人 目前豬三角公司的63個在建項目 已經全面實施復工 豬三角是100%復工的 廣州、佛山、惠州、清遠、楊江、梅州等城市十幾個項目復工 這個人數也達到100% 當然了 中紀委也 曾經公佈 做過恆大副總裁、前銀監會的姜麗明 涉嫌違紀違法 正在接受組織調查 這件事詳細跟大家說 剛才讀完新聞 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愈快贊助 我們現在逢星期二、星期四 會做直播 不過今天 現在我看一看新聞 好像還沒看到李家超時跡 真的不知道要不要做特發了 我們真的要再趕時間 因為 剛才我看了新聞 覺得很特別 就是 中聯辦 這個01引述中聯辦的消息 我們覺得很特別 稍後會開一節特輯跟大家說 是不是會做聯合廣播 做直播呢 到時可以晚一點再公佈 我們 這個時間是update時間來的 下午的節目 因為現在生理時鐘調整了 我們早上起床 雖然早點是6時多 這個時間起床 但是早睡早起了 那麼我們 我們 也會 跟大家說一些update的新聞 但是行底這件事是一定要說的 私有產權 其實是一定要受到政府的保障 大家想想 買樓 如果那個地方的政府 不保障你那層樓的安全 那麼你買來是不是很危險呢 但是如果一個地方的政府 甚至是一個國家的政府 他竟然可以動一下 充公那個 房地產公司39棟樓 這個動作 基本上你會覺得很恐怖 我怎麼知道 我什麼時候 做的事情 是不合法是違章的 所有東西 政府批的嘛 你現在說違章建築要我拆 39棟樓 現在不拆了 沒收 那跟拆有什麼分別呢 你就拆掉吧 我寧願你拆掉吧 廢話是億利的 幾十億就這樣被你搶了 還說到黃一號黨 改為充公 全世界沒有那麼無恥的政府 你想想 我自己拆了39棟樓 現在說不用拆了億利呢 現在充公吧 送給我吧 這樣的東西都有 中國政府是一個土匪政府 每一件事 都是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剛才我所說的香港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 屋苑收租 譬如是陽明山莊 還有幾座是陽明山莊自己收租的 當時有官員貪污 現在查出來的 非法建築 現在要你拆位 不拆也不要緊 送給政府 政府充公 行不行 哪有這麼無恥的 你 你如果買了樓 怎麼辦呢 30棟樓有沒有賣過 可能當是樓花 可能還沒賣 如果賣了的 那些業主怎麼辦呢 還沒賣的 那麼你對著 地產公司是不是很不公平呢 放了建築費下去 違章的問題 有沒有得解決呢 有沒有得補地價呢 中國大陸沒有這些東西的 當然 你經過一個 問題 或是整個 投標項目 或是整個決策的 政府官員決策的那個項目 規劃出了問題 政府官員負責的嘛 你不是投資者負責的嘛 這真的是法律的問題 大陸從來都不說法律 他可以為禮橫折曲 你想想在一個那麼危險的地方投資 這個才是外資 覺得心寒的地方 你只是這件事 隨時可以拆樓的 我買你的樓 你告訴我那些樓其實是違章建築 在批地的過程出現問題 有人貪污續織 那個人已經被處決了 嚇死我 批地要處決了 那我蓋房子是不是也要處決了 你不要殺我了 我送給你了 這樣還有人敢做生意的 這個動作基本上 跟1950年代的土匪共產黨 是沒有分別的 甚至乎 你是40年代在大陸那些土地改革的共產黨員 動一下就去殺地主 沒有分別的 所以 我一直提醒 所有的香港朋友 你在大陸用的房地產用的物業 你一定要趕快賣 你如果不賣 我告訴你 你將來損失可能是八成 九成 是100% 一定的 現在大陸全國崩潰 是頂不住的 所以 真的 要求大家 一定要趕快賣 還有 我當時教了大家的賣樓方法加勇 即時有網友向你報告 他那層樓一年沒有人看 加了勇之後 三天內賣出 即時人家看樓 即時賣出 經紀就是要做這件事 你有利是有老毛 經紀當然是容易做的 還有 他起碼 注意力到了你那裏 平時你那個盤是難盤 沒有人看 一年也沒有人要 但是有300元的獎金 五萬元的獎金 六萬元的獎金 現在很難找到六萬元了 不如賣吧 所以 一定要這樣做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